众所周知,陈乔恩的偶像是金城武,所以当陆玉在节目中问陈乔恩,艾伦是不是自己的理想型的时候,陈乔恩没有回答,反倒是说起了艾伦的搞笑行为。 原来,艾伦早就为了迎合陈乔恩的喜好,去秀女友偶像金城武的眉毛在自己身上,真没想到艾伦一把年纪了还会干这种疯狂的事情,也许他只是为了博美人一笑。 但是这一点,就已经让陈乔恩觉得他非常可爱,当场表示,认识艾伦之前我没有理想型,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后,他就是我的理想型,天哪,这是有多幸福的女人,才能有这种发言。 毋庸置疑的是,婚后的陈乔恩更开朗了,艾伦也有了幸福肥,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幸福,陈乔恩还向大众表示,现色的人很喜欢透过容貌颜值去评价一个人, 总觉得长得帅就一定不靠谱,但自己也是43岁的人,能看到很多面,所以不用再担心艾伦是不是靠谱的人了,把心放肚子里。 请不 reviewed.